李宗盛 꼬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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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大家好 歡迎參加今天這個 救鬆工作坊的議程 那這個顧名思義 這是一個救鬆 來拯救這個黑客鬆的一個命題 那我是救鬆團的成員 哲偉 志工 然後大概2019年底的時候 開始加入救鬆團 这个工作小组 那旧宗团本身就是来办黑客松的一个工作小组 所以我们大概是两个月会办一次大的黑客松 那我们一般讲大的黑客松 大概就是八十人到一百人的这个规模 两个月的会办一次 然后在某一个礼拜六 礼拜六的上下午 找一个可以到八十个人到一百个人的场地 来办一天的黑客松 所以一年会有六次 办了十二年 所以差不多你可以说大概就六十一次的黑客松 从2012年的十二月开始 那黑客松当然就因为要待一整天 所以上午下午中间就要吃饭 也要有东西喝 所以也要有一些募款 那这些经费都变成是需要去筹措的一个来源 所以这边这张画面当然是说 以前那个GNV的有一句黑话 有一句黑话我在看这个黑客松 我曾经共别的时候看到说他写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民主不是投票动算 非常的好 但是在现在的九中台来看的话 黑客松是需要披萨跟WiFi 那民主不是投票动算 但是也没办法 但是又何难 从公民科技的社群一起来领域超展开 看起来是这十二年来大家 还是对于公民科技的积极性有一些期待 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在政治场域之外 找到一些其他的空间来思考 或者是进行一些串联 那现在的时间点呢 我觉得从九中台的观察来看 可能是要为了新世代来 守住GNV的大黑客松 也会有人就觉得说 这个总统府都会办这个总统杯黑客松 台北市也办一个台北市市长杯黑客松 连国际上的很多的黑客松都有在举办 那为什么GNV社群还要举办黑客松呢 这当然是一个很多元的讨论 那至少从九中台我觉得是一个 为了新世代的这个目标 因为我们观察到这个 参与黑客松的群体越来越年轻 当然这个年轻可能到国中 也会来这边提案 然后来参与某个专案来做他的贡献 那怎么样让这个空间 曾经也有一些比较国中或 这个比较青年世代的参与者有分享说 他来GNV社群做专案蛮安心的 一般有时候在同侪的社群里面 比较有另外一些气氛 那可能做起事来 或许虽然是同侪语言相近 但是有时候人情压力也是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在GNV比较大家有在这个 Covid Countdown下 行为守折里面 基本上还是会保持一个安全的空间 所以对于某些群体的朋友来说 新世代的年轻人当然也是一样 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社会行动的产出 那我们也比较没有压力 黑客松说实在在国际上的 或者在国内的其他的比较竞赛形态的 就比较有一些压力感 那黑客松基本上是整个GNV社群里面一个元素 还是有很多的坑 很多的project 那人的部分当然也是一个关键 透过贡献者 然后让大家来参与到这个 可能是坑也好 或者是工作的小组 那圆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当然是以open source的方式 让每个成果 专案的成果也好 甚至工作文件上都是开源的 变成下一个行动的资源 但也有裁员的部分 所以今天这个时间点就想要 借由这个旧松工作坊 来让大家再一起来发想一下 关于财源这一块 可能叫做木款 或可能叫做一些企划的方向 都可以一起来讨论 那我还是会简单说明一下 我目前旧松团在推动木款的一个进度 我首先还是先看一下这一张 其实黑客松 你可以想象80个人到100个人的活动 它需要仰赖非常多的志工 所以这一张画面就是从2012年的 第一次黑客松到2024年的 3月份的黑客松的大松小帮手 那有的是一般的个人 也包含参与者 在专案跟组织的单位上呢 也有他来帮忙担任主持人 一个专案的社群来 协助这个大松的主持 或者说有一些单位提供场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质 所以这个画面上就是感谢这一些的 包含个人跟团体 还有单位专案社群的长期的贡献 那目前呢 G20V也有开放这个定期定额的每月捐款 那画面上是每月捐款者的 征信名称 那目前统计起来有大概73位的 每个月的定期定额捐款者 那也感谢他们的捐款 那还有更多当然是可能以小额单比的方式 或者购买义卖品的方式来做支持 那我想这个时间点来看 还是一样 形成了这个12年来 有一个G20V黑客树 可以比较自由地去开展 那也可以找到一些跨领域的 因为在这边可能有的朋友 甚至是公务人员的背景 有的是学术研究的背景 或者说是工程师学生等等 那总之透过这样一个机制 让大家来做连结跟贡献 所以我们很快回顾一下 目前的每个月定期定额的实收 就是在账面上扣除一些 行政费的手续之后的 每个月的收到的款项 捐款金额目前实收是49,000元 那49,000元 我们当然是说一个月 假设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计算 一个月可能有49,000元的额度可以使用 那待会也会请大家认识一下 办一次黑客松要多少钱 这当然其实不一定是很科学的算法 因为很多还是仰赖志工的投入 所以如果是用一般的商业公司 办黑客松的价目表来看的话 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待会看到的数字 但是待会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包含参费的部分 或者甚至Wi-Fi的部分 它也是会需要一些钱 那目前呢 这些捐款当然是优先是用于 其实优先是用于社群线上协作的基础建设 因为实体活动当然是 两个月有一次是最理想 不过每一天的线上协作还是最重要 因为它可以串联不同场域 甚至不同国家的朋友 所以在线上协作的部分 前几三月份到现在 大概也透过社群朋友的贡献 也把这个比较在线上违运的费用 把它稍微再精简一点 有点节流 稍微让这个数字降低一点 那第二个现在优先要负的就是 社群小聚的场地 小聚场地就是说我们在NPO Hub 在台北市的中阵区 在宁波西街跟重庆南路的交叉口 有一个叫NPO Hub的共同工作空间 那旧工团在这边有租一个办公室 那它有提供每个进驻单位40小时 每个月40小时的场地使用的时间 那那个场地使用呢 有的是餐厅 就是可以有开火的 如果真的社群朋友要自己 带材料来煮火锅也可以使用 那当然也有一些会议空间 最大到60个人 所以它的房租费也是一个 社群小聚的一个 主要的现在刚才的款项支出的标的 因为40个小时你可以想象 可以让很多的专案社群 它不用等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 假如他明天就想要办一个小剧 不要这么快的话 基本上提早一点讲 因为我们要开门 例如说下礼拜二晚上 5月7号晚上 就有像豆腐跟Ronnie 他们就有揪一个叫做放轻松的活动 就可以直接去到NPO Hub聚落 可以聊聊看这个大家在SAMI听到的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想法 或者还是一头雾水 对于这个社群跟SAMI都不晓得做什么 那你可以去5月7号 也有社群的朋友可以聊聊看说 这个整个社群在怎么运作 所以像这种小剧型的 或者像专案很明确 他要办一个像Codeflex的 假讯息的工作坊 手把手教你一些假讯息的辨认或查证 那也可以很适合在NPO Hub的社群空间来举办 那剩下当然在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 他的厂务跟餐饮 还有活动执行的费用上 也会需要从刚才这个 每个月的定期间的捐款 如果有余款的话 就可能我们要存钱存钱 存到足够办一次黑客松 目前的财务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捐款有三个 我们这样就归纳了几个大的主咒 第一个还是这个社群的核心肌群 就是续约这个线上跟共鸣的服务 让这些事情不要断线 第二个大概是回到要提供 至少有这样一个两个月一次的 社群空间或者线上的空间 让很多的年轻世代 甚至是也不一定是年龄的层面 而是他想要踏出一些探索的时候 他可以来到GV的社群空间 甚至有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 去更有开展地去讨论一些事情 所以这是支持这个 数位公民社群的新时代 那还有就是回到一开始黑客松的目的是要做专案 所以越来越多复杂的议题 甚至有AI的工具 或者有更难以处理的民生居住问题等等 我觉得都还是需要在黑客松去做一些解放的探讨跟建构 那原则上我们七月二十 礼拜六应该还是会举办黑客松 那现在还在筹划中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稍微注记一下这个时间 就七月二十礼拜六的黑客松时间 那下礼拜二的晚上 刚才有提到五月七号的晚上 在NPO Hub的四楼厨房 也有豆腐跟Ronnie他们要办一个放轻松的聚会 就没有设定任何的议程 那有兴趣对于社群也好 或自己也好 然后做个专案来交流都可以来参加 那报名的网址 也可以稍微注记一下 就是扫一下QR Code 然后来完成报名 那今天的旧松工作坊呢 还是会请大家来看几个 目前从三月份到现在的一个工作进展 那首先大家如果有打开今天的活动共笔 今天在工作坊的HackMD 有一个活动共笔 上面当然有一些基本的议程简介 那这边有刚才我使用的投影片 以及接下来比较关键的是一个叫 旧松行动的工作文件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看一下 那如果没有电脑朋友 没关系你可以看萤幕 我们简单浏览一下 这份文件主要是从今年三月开始 这个要想要揪很多的社群朋友 来想办法让这个旧松的行动有所开展 那我们大概抓了三个工作方向 第一个是叫基础建设的节流 因为我们有一些固定支出 怎么样让它稍微再降低一点 第二个是开源的募款推广 让更多的有意愿支持社群的朋友 可以知道有这样的讯息 那第三个是黑客松怎么举办 我们刚才提到从12年前到现在是有一个礼拜六的上下午 然后一个实体的空间80到100人 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举例来说在COVID-19的期间 我们有办过全线上的黑客松 那这个就比较不需要100个人的场地 它是有一个中控室 基本上就可以带起这个线上黑客松的模式 那甚至顺着这个想法 有没有可能让不同时区的人 就是因为基本上我们大概研究过 从早上台湾时间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 我们全球的时区都可以在线上有一个互动 那有的是在上午互动 有的是在晚上互动 那黑客松举办也是一个议题 就是大概有这三个面向 所以我们今天 我待会介绍一下这三个的 目前的工作进度之后 会请大家稍微分组 就是你可以针对是基础建设的节流 那或者说你针对是开源募款的推广 那第三个题目 小组的题目可能会是黑客松怎么举办 包含是过往的举办模式 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 或者说有更发展性质发想性质的方案都可以 那我们就依序看一下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的目录原则上也是照刚才的一个架构 所以首先应该会是在节流这块有一些说明 那这边就会列出比较多的细项 之前是因为我们HackMD是放在AWS的伺服器上 所以当时其实花了蛮多钱是附在AWS的伺服器 那不过目前我们有跟HackMD争取到一些优惠的赞助 所以他有帮忙cover一些部分 那总的来说 这个目前的每月平均支出是2.2万 那还有一个节流的工作成果是说 我们把电子报本来用Milchimp的电子报改成substack 那因为substack是等下刚出来 所以他应该还没有想要收费 所以目前还是免费的 那我们目前电子报的人数 订阅人数是3600个人 揪中团的电子报是3600个人 所以在某一些免费方案上 已经都超过免费额度了 所以至少现在看起来substack 在数量上还没有做到收费 那大家还是要观察 因为毕竟之后不一定是这样子 好 那一场百人大松的花费 就如果有充分的大松小帮手的前提之下 甚至一些场地的赞助之下的话 可能还是用4到5万块来做估算 就一场 因为光是参费 我们大概参费是比较不太能压缩的 所以参费你可以想要80到100人 要吃饭或要喝饮料等等 那个大概钱还是三四万保不掉 那这边就有一些记录 例如说这个写down的部分 就是已经完成一些截留了 早年的费用是每一年大概有10万块 那还有他会收境外税 不过这一部分就有跟HackMD做一个合作 还有就是substack的一些细节 那这其实也有一些议题 就是说 共同团的未来要做电子报 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工作人力 那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刚才那个定期定额捐款 他不足以是支持这么稳定的职工 并故的职工 所以共同团电子报现在好像没有人写 那就是要看志工们 有没有时间把他每个月每个月给他写去 那到开源的部分 开源部分从三月过来的时候 三月到现在也其实有一些讨论 第一个是我们有把捐款页面改得比较轻量版 那也正好是我们的行政法人合作单位 OCEF他们开始有跟这个Netty CRM的服务单位 有一个轻量版的网页 所以捐起来比较干爽 捐起来比较不用犹豫 因为早期的版本就是比较会停一下停一下 有可能他停一停就跑走了 所以首先是针对轻量版捐款 原来去做改版 那接下来就是除了定期定额之外 我们在社群的几次讨论也有讨论到 我们有提供中额捐款 中额捐款原则上 它就不是定期每个月这样子捐的这个模式 而是一比三万五万八万的 当然它也可以定年 或者是单比 这是另外一种规格 那今天呢 如果大家对这个开源这个命题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来帮忙协助的就是 单次大松之有这个方案 因为刚才提到大松它一次就要大概五万块 所以如果只靠定期定额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慢慢地存 或者慢慢地推广 但是我看这个速率可能要等到明年才有讨论的机会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另外说 有一个叫大额任养大松的方案规划 那举例来说呢 我们有 其实已经有开始有一些写的一些方案文件 那像是 如果有一些企业单位也好 或者法人单位 或者个人也当然没问题 就是用三万块五万块的额度来 针对黑客宗来做赞助 那以下这边就有一些回馈的方案 例如说它的额度跟我们可以制作的票券的张数 还有就是在一些 实体活动上如何表彰这个赞助单位的logo 或者赞助单位的介绍 由主持人来说明 这部分大概比较接近一般conference的募款方案 跟回馈的事项 那另外针对八万或者甚至其他的讨论是说 因为我们黑客宗原则上还有提案 甚至短讲 那如果它的赞助单位愿意分享一些 符合开源精神开源授权的内容 它其实也可以 我们可以预留一个位置 它不会占满 但是就是可以保留它有一两个名额 是可以来分享赞助单位想要分享的开源内容 那这部分呢就有一些进度 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写一个文件 所以不同的朋友写不同的版本 举例来说像这个是静良 有一位参与者 他有帮忙先写了一个版本 所以把它简单的做成一个PDF的文件 这样也方便转传给潜在的单位 那里面它有从 像是旧总团的影响力报告 有挑选一些社群专案 大家认为它的社会影响力价值的面向在哪边 那以及它这个也有些 这个捐款项目的表格 那我们同时间也有 像豆腐它有用FIMA 也有在做一些设计 然后我们自己也有用Canvas 也在做一个版型 那这都是可以 如果你对于怎么样把这个缩帖文件 变成一个潜力赞助单位 收到比较好阅读的版本 其实都可以来帮忙做这块 看一下那个Canvas的版本 这个是套版的 所以照片基本上都还没有换 但感觉上好像有一些模板是可以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 可能是捐款金额跟回馈事项 或者说有一些要介绍的文字 这都是工作中的文件 所以这是刚才今天三组里面 第二组是开源的部分 我们目前社群跟旧总团有想到 一个是定期定额每月的捐款 第二个是中额的捐款 第三个是单次大松之友 那需要一些文件 那以及像合作备忘录 一般跟这个企业合作的时候 或大型的法人合作的时候 还是会签一个合作备忘录来 保障双方的合作意愿跟旅悦事项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回到本职上黑客松的一些举办模式 那大松怎么办的这一个区段呢 我们可以优先先针对 7月20跟9月28这两个大松日期来讨论 那下面是一些过往的发想 可能假设甚至有的朋友写到说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争取到 100个人的场地 那我们就用NPO Hub最多容纳到65 甚至70 70人是比较挤 就是说还是用NPO Hub 来办所谓的两个月一次黑客松 当然人数会少了一点 那怎么样用一些配套方案 例如说我们可以重启这个 COVID-19那个时候 我们有用Gatertown的方式 做到线上分组 同时之间大家很快就可以回到大厅 听到可能早上的提案成果 下午的提案报告等等 所以好像也可以 实体的人数没有这么多 但是搭配线上的 我们在疫情期间有发展出来的 这个Gatertown的模式 也可以让更多时区的朋友 或者地底的朋友可以参加 这是像第一个的发想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 我刚才一开始有很快提到 如果每一年有一场的线上黑客松 因为一年会有六次 那假设有一场是线上黑客松 那也可以举办 甚至是特别去针对不同的时区 那这是一个比较马拉松式的规划 如果台湾真的要这样办 等于是早上十点开始 要到晚上的九点 可是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美国湾区 美国纽约跟欧洲伦敦 都可以跟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 三到四个小时都可以互动到 这也是一个方式 名称有先发想 世界就救松 全球来救松 那这当然就可以一些讨论 我们自己Gatertown 大概这几年都会去台中办黑客松 那我们主要挑的场地 是在台中高铁的集市 那主要是因为它是高铁站出站 原则上走路就可以到了场地 所以对于可能是高雄要上来的朋友 或者新竹要下到台中的朋友 其实说也比较方便 那它就比较不会出高铁站 还需要做转接或转程 那我们这几次的观察 跟大家回馈的反应都觉得 反而那个比较方便 不过当然它的费用就不低 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租赁的空间 但是怎么样用台中大松来 至少每一年举办一次 在这个比较中部的位置 让不同的地区 花东当然还是比较远 只说中南部还有其他一些县市 其实就比较容易到达 那这还是蛮贵的 因为这边也有注解 它的以我们的使用的人数来看 一场还是要十万块以上 应该十万块算比较上限 可能八九万也是需要 但是至少有一场次可以达到 各地参与者不用到台北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观察到这个效果也蛮重要的 特别是假设今天有中南部的学生 那你说他要到台北来参加黑客送 其实他是在金钱上也是有挑战 然后时间上也其实不太容易 比如说十点就能抵达到台北的场地 那接下来呢我就会请大家 依照刚才这三个大的分组来做选择 那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时 目前也还有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花二十分钟 很快对焦一下 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稍微移动 或者说 好稍微移动好了 那我们第一桌 第一组 如果要选择这个 基础建设 我确认一下 其实基础建设节流 已经没有什么节流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内容 所以我有印象我当初写的 好像不是基础建设 我看一下 对对 是基础建设 好没事 那就第一组 如果你想要讨论社群基础建设组 可能是节流的 或者说有更多的方案 你也觉得 这个社群的infrastructure 应该还要做到什么 那你可以在这个区域 现在我右手 左手边这边这个区域 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 跟你有兴趣一起来讨论 那第二组就会是 财务开源组 那财务开源组 我们就在中间这一区 也是一样 你可以针对定期定额的 再推广 或者刚才提到大松之友 这个文件都还没有写完 那也可以来帮忙 来做财务开源组的部分 第三个叫做转型展望组 可以是刚才讲的 黑客松怎么举办 或者有更多的讨论 就比较发想性质 那我们就在 我的右手边 第三个 一个座位区那边来讨论 那大家就先用两分钟 想一下 选一个组 然后到相对应的位置 我们活动上有提供海报纸 跟便利贴 还有出头笔 所以你也可以写在共笔文件上 或者说 共笔文件太难开启了 那你就用海报来可以聚焦一下 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发想 你要选节流组 继续省钱 每个月2.2万 这里是财务开源组 可能推广捐款 或者刚才像赞助大松的文件 大家也可以在 那边是转型展望组 就是没有预设要做什么 但是也不晓得要做什么 中间没有人 中间 这个 这最务实的没有人 这个已经我们闪电奖准备要上去募管 好 OKOK 那只要找到有兴趣 但是你这个节流组也太孤单了吧 你真是有 我们给大家20分钟 就可以随意的聊或随意的发想 那前台这边有海报纸啊 比你可以简单使用 好 那有什么讯息啊 然后呢 就是有个人 那我们上次 那就是有种的发展 就是有种发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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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還給我想說 這有些人要找這個產品 要找這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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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產品 對 一些公共會來轉型 或是會來轉型 我們都在進地站面 對 那種時候已經是閒 那種時候已經是閒 那種時候 那種時候可以在台大小的設備補助 設備補助 很多啊 太遠了 你過去 你知道之前聯發課的時候 可以 就看到那個 馬克炮 所以他有這張設 我們設 那時候主要是主要 他現在設團 他設團每個月 都有每個月 我錢塊進去 然後我們就大概 他不一定會談這樣 我們就大概簽筆 一個人 主要一個人簽筆 設團每個月就做一千塊 然後馬克炮 然後馬克炮這個錢 還捐給 Gillie Me 哦 他是在 開到的資料室 對對對 他這盤還在吧 他這盤還在 偶爾 他這盤還有 他這製作 他這製作 然後有 有時候好像是 咖啡包 對對對 那是一個 開源方法 台大也不一定有 你先給你一千塊 但是你先給你 有備的設斑可以用 你需要設斑 哈哈哈哈 欸 可以給你一段活動嗎 而且 而且 設斑 而且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其實 我覺得很短的 這幾年其實 我們因為有 小學校後有一些高中 大學生 其實是短的 像是有些中教 或是有些校園一樣 他在拉 拉進去 跟有聚會談 因為我覺得 也許 是一種可能 或是其他人 是一種可能 像今天下午一程 有一段是 有一個 正經一個學生 裡面的朋友 有施大的 台大學生 對 我覺得可以 像老闆說 他們還可以 打 跟聚會 不錯啊 他們跟聚會 更厲害的 Google的 學生證 但Google好像沒有跟聚會 在聚會 他們也 他就是 但是他也會 不曉得 我們會跟聚會 但他們有這個 校園 這幾大 他們也是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他們也不說 沒有一個 有些 不管是 他們也會 在校園 對 對 台灣政府 應該有一個 對 在校園 在校園 就是 其實 也許 是可以 然後 但是我們去 那個 台大學生 對 所以 對 我們 有些 對 對 所以 我覺得 大聚會成分 應該是 如果我們考慮 我們音樂 這麼原始的話 要近一點 我覺得 那地方是 真的 對 台大學生 對 台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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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那時候 三月 都會跟他 所以他三月一半 另外一個是 學生在那邊 也有些信用 他們也有 信用 他們也有信用 我接觸過 他們有 給學生 台大學 要AI做 讓學生 社長 要社長 去用 所以 我希望 我希望 我 你也 可以直接跟他 那 然後 額度一定夠 一定夠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 不用看 剩下 一個 餐廢 餐廢 我之前有抓一個 架木槽 我秀一下 但基本上也都大概三四萬塊 上一次應該一百個可以 上一次辦起來還不錯 各有各的優點 對 主要是交通廠 等於說他不用繞到這邊 我的便當 架木表 吃是很難截留 除非你 你不可能自己煮 你要自己煮 自己煮 我寧願 這裡 好 我們就從最 精簡的 吃便當 一個人一百五 因為一百個人 就一萬五 好接下來這個急劇 就往上升 要喝飲料 那就兩萬二 下午茶 對啊 我覺得比較合理的 就是跟我們以前辦黑洞 差不多的 這個痛調的話 還是三萬二 有披薩炸雞加外匯 有飲料有下午茶 那後面是說有早餐 或者說便當再加炸雞 因為有時候炸雞的問題是 他就是做事情做一段時間 忘記去拿 結果沒了 但是便當 至少你可以確保 你至少可以 你真的很餓的 你再去再多吃 有的人不喜歡吃炸雞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飲料跟下午茶可以再整 真的假的 如果我們自己泡茶的話 就覺得很便宜 那你要泡這個冰的怎麼辦 塞冰塊 塞冰塊 也可以 對啊 我覺得飲料跟下午茶 這個錢可以 下午茶如果甜點的話 可能 沒辦法整 我知道 我大概這個已經 就是 對差不多了 如果我們要那麼多 萬費的話 大概只第一標 飲料可以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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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我覺得 最理想應該三萬二是一個 炒餐算 炒餐可能不要 炒餐算 只是錢沒有那麼多的話 所以大宗嚴格講 就是 餐費再加上那個 中南 可能會叫一個計程車載東西到 那邊活動 所以可能有個來回 大概 我們是都抓 六百塊 只要薄行 如果到南港可能貴一點 所以這樣加一加應該算 四萬是最低標 然後 上去的話 可能在餐費上就可以增加 如果多一點 那人力都大概 或者說可能就是我們家 前期炒餐是兩個月 對啊 能不能變三個月 以紀為讓回 就是 定期定額扣掉每月固定支出 存錢 所以 比方說 已經兩個月存到嗎 三個月 也是存到 有這個方案 對啊 我是覺得我們 觀察一下 的話 為什麼我們可以設計 兩個月 有兩個 一次 兩個月一次的話 總共會有六六 那我們可以三次 想要穿三個大餐 對 所以 他其實三到七十元 三個 三個 就是三個 沒有想要穿三個 那時候 我們可以 這樣 這樣 好 然後 你一定要 然後 他本人們也有音樂器嘛 然後 然後 你可以 基本上泡茶 也沒有 泡大 對 對 那 什麼 那 有那個 藍杯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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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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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外匯跟電郊物 所以 因為 外匯也是一樣 這個 也是很 輕控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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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 精神留神就在 外匯我覺得確實非常的能變長 沒辦法 而且像之前我們 如果比較多 真的他一來 發現你這個 你還是要幫他點 他這時候想去 外匯費用 可是如果有點的話 其實人家的產地費 大概都會增加1元 然後 外匯大概可以再壓 我覺得上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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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你把疫苗剪成 我們把疫苗剪成 然後外匯改變這樣 加一個人的產品 如果是消產的話 加一個人的產品 如果是大產的話 還是要一萬多人 然後我們真的自己 打一個 這家剛才還有 網路費嗎 網路費的話 現在我們在這裏 都 都那個 都那個 沒有阿波也沒有網路 然後 我跟他那邊講 我都這個 怕黑人力嗎 人發科 人發科 那個只有五個人 因為保險機 還是有消防 那後來 覺得 還沒有名字過 因為真的怕 很多的妹子 他也有 他也有 我覺得可以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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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音質 那個 那個錄影只好 所以我剛才是那邊 對啊 因為那個 接到 你接 Wi-Fi 那是 對啊 我覺得那個 你那個 要打直 那個麻煩再說 你那高天 你要去 他要去現場 然後 那 對 等於 在有職工的情況 比較耗力 所以 這一點 我告訴你 是很溫柔 這點從來 沒有那麼 當年也有關他們 就是 莫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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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加入公益 或是公益 我們這樣子 通過專輯 就是 兩個月 一次線上的 線上跟二級號碼 然後兩個月一次 滿頭大餐 那你就是跟他們有何要做 我是覺得還好 跟他們有何要做 但我覺得分間 他分間很方便 因為我們有畫好一下 記者是一間一間 但其實你要操作這件事情 你覺得那個電腦教練要夠嗎 就是其實有點影響到開發 我倒覺得真的有需要的話 入住 可以增減 就是搭配分間就好了 我反而就覺得這樣 現在現在這樣一直扣來 他就已經分間之後分群了 可是我們現在都還習慣又累 我覺得如果直接我們看訊息 他真的超醜的 所以我剛剛很痛苦 好氣喔 這樣子 他超明功 他打得掉嗎 他打得掉了嗎 好像可以喔 他打到氣喲 氣喲 抽氣 你應該一會兒我會喝的 看訊息 那是天氣喲 他還沒 天氣喲 我每次都打到氣喲 餓 你還可以自己吃兩萬塊嗎 對 不然大家不要麻烦了 看 所以我們就放在那個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 1.8 1萬多 1.8 每月1萬多 1.8 所以我們 我覺得還是我們 我們看到中國大概就成1萬多 1.8 然後兩三個月如果有個大眾會用 然後大概就是 所以如果是把年費或月費參加來是每個月2.9萬 那大眾的就另外 你來討論他要怎麼 專組討論才可以 一個是要怎麼 一個是要怎麼少更多錢 然後一個是 對 你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就像說 路德的 目環 比較好 對啊 就是比較大 10萬 但是 讓我們可能只要兩萬多 那 但是疫情的時候才會有的 比較特別 就是線上的部分 才會有 對 我們可能要思考 之前是兩個合作 你都把黑客人裡面 清楚變成 那個 就是把 浮動專利 就是變成今外 黑客人的關係 那 不是 不是 我聽到比較多 因為 以政府 假如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裁判政務 或什麼 什麼 需要的宣傳 喔 那他們可能就會希望 對 喔 他們會有一些 入關的充足 對 或者 需要 公民參與的充足 那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會 會 就是 會 會 假如 好像我們在幫他 如果 柔衆 或者 可以 可以去做 他會變成 一種 方式化的 我就不會 我覺得 你等一下 等一下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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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 我們 就 我們 這個大眾 有拿色譜 然後 在拿色譜 要接受 我們在這個 會議上 有幾款 喔 就有點像是 這一次的那個 上面的模式 就是這個 軌跡的 然後 到中間的話 就 看來看一個活動 這樣 那 我應該會有要求 就不要說 你應該要有一些 討論是 軌跡的 那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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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想 我們把 裁判成 那 我們把 他辦 就 那 我們要 告訴 這個 那 我們 要 告訴 他說 他 他 好 GORDON 他 他 他 有 他 他 我 他 我 我們看 他 咱 那 今天講的好人 ウフォ・ウフォ・ウフォ galera グラスブーム ウフォ합니다 我還沒想到幹嘛 但是很多時間的東西這樣會有多 所以你就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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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